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关注的一个运动员 有了 漂亮 世界纪录被打破 因为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个选手 然后16年 李约又所谓他们失利 如果对方要追的话 你加到214 超世界纪录4公斤 奥运赛场上这种奇迹 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是 成文 奇奇奇 好的 高亮 好 这一下就拔尾 就压力很大 然后希望又很大 我觉得他不容易 我特别希望他赢 加油 李小军 这一把一定要放开 李小军加油 兴奋一点 这一把也非常关键 你先听我看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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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军上了 第二把 对 一定要把他抖 李小军加油 一定成 反好收紧别松 嘴巴很关键 漂亮 收住 收住 闻一下 闻住 漂亮 漂亮 赢了 这太棒了 逮捕 再多收住 再加一台 还是要加一台 车转发 再加一台 车转发 再加一台 车转发 车转发 再加一台 车转发 作词れてくださ 如果有志云 falan 不为大比赞 我感受到 私有志云 我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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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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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小君是我目前看到的就举重队最时尚 生活最精致的一个人 造型啊然后着装啊所有的配饰啊很讲究很有追求的 你现在刚醒啊 中午上午基本都在睡觉 可能就是说中午稍微喝喝茶 到下午就训练去了 他们说你们这个伙食特别好 要不跟我一起吃 吃一个感觉一下我们这个体工大队的食堂 运动员的伙食 那你早饭没吃 早饭我觉得睡觉比较 那你一天才两顿呢 这营养怎么能够呢 三顿 三顿可能到晚上 您好 好 我天啊 你们中午还吃大闸蟹呢 这个我吃的也比较少啊 你吃的少啊 我吃的也是比较少 这个红烧肉 猪肉你吃的吗 猪肉其实我对猪肉一般 刚睡醒这个胃口还没打开 因为到时两三点来可能会饿一点 好不错 酸的 你喝这个了 我吃这个 现在是恢复阶段嘛 恢复阶段可能就是说食欲比较少 少一点 嗯 晚上吃的比较多 晚上吃的多一点 特别是晚上宵夜了一顿 吃的是最多的 但是我们一般晚上吃很多 睡觉是会有负担的睡不着 你习惯了已经 习惯了 所以说不管你晚上十一点之后 你吃完饭之后 吃饱了 我觉得睡得更踏实 哦 饱了 舒服了 可以睡觉了 其实我还是吃素材比较多一点 那你跟我想这一样 我总以为你们得吃很多的 就是蛋白质啊肉类啊 肉 肉我是适量的吃 是的 那我总担心你这样营养会不够似的 其实我是把自己吃饱就行了 这是很挑 你是隔离完回了几天天津啊 嗯 嗯 当时二十七天结束了 嗯 然后直接回天津 因为没办法 我太想我两个宝贝贵了 你有多久没见他们了之前 你整个奥运备战期间 应该也没什么机会见他们了 七个月没回家 所以说当司机隔离完 我说哎呃 我老婆是看见我哭了 嗯 我两个女儿是贴在我身上 贴了将近快四十分钟 我两个人一边抱个腿 抱着就不得看 我说爸爸喝过水去 妈妈你跟爸我拉水去 哈哈哈哈 你哭了吗当时 当时肯定就是说 眼睛可能还是比较那种 含着含着 眼睛里还是留着那种 有点湿润吧 嗯 真是不容易 长个儿了吧女儿 也长个儿了 以前的话挺瘦的 现在也长胖一点 嗯 挺脸长圆的 这种 越长越可爱了 太太戴得好 小宝贝 我用彩虹和李约定 风雨过后 阳光会微笑 平安的长大 临着希望的未来 就像红尘黄绿蓝点子 亲亲宝贝 陪伴你直到永远 来喽 来喽 家里你也喝茶呢 喝茶 你们这个你们对喝茶传统是吗 对 小军来说因为一个是自身的这种能力 自身的身体条件 第二 再一个她 经过这三届奥运会的这种历练 她的思想 心理 状态 而且关键是什么 她对举重的这种热爱 你不用去 好像还要 严格的说 你必须给我完成这个 这个重量 或者是什么 她是自己享受的去玩 她的这个感觉 就是说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嗯 这就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种境界 我是07年到了国家队 到了国家队以后 自己就有更高的想法了 那句话我就要有 运动员要有奥运观点 嗯 我所带的运动员 他们都是跟我什么 一个是师父与徒弟的这种关系 还有一个关系是什么 朋友的关系 就是哥哥跟弟弟的这种关系 他们有的时候就都不叫我余岛 都叫我老哥 嗯 还有一个父亲与孩子的这种关系 我有的时候跟他们在说 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间 可能比跟我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要多得多 是不是想让教练给我们讲一讲 我们怎么样正确地看举重比赛 举重比赛它分抓举停举 两个项目 抓举比赛就是从下摆一下 一次性地去到举标头顶 正确动作啪一下去到举 很轻微的一个驱走 就有可能给你探索 直观我们先找一个 来我找一个同事 装备还是挺标准的 是吧 做得好不好再说 我们先把装备搞得正式 看你 看你技术动作准不准确 他动作肯定是不规范的 他肯定是要给他判失败的 他不是一次性地去到举 他中间有一个这个曲肘 小军给表演一个标准的 175公斤那个重量 对175 慢镜头 考你演技的时候了 这是预备姿势 然后提灵用腿带 提灵 发力 只从一下到位站起来 基本上一二三 可以有个时间 然后裁判 裁判给灵一亮灯可以放闪 175成功 这就是整个成功的 抓举三四十举 你每一次重量都往上动加 然后就是挺举 先从底下提灵至兴 然后再从心上给 举着握头顶 OK 你这身材是绝对标准的 举重运动员身材 把肚子收一收一 气势啊 站起来 站起来以后再做 先放在胸上 站起来 站起来 什么 先放在这里 对 然后再分腿挺上去 你这是日式举重的 还差那么一点 但是是属于失败动作 那边在学你的 我告诉你 那边在学你的 那边在学你的 我告诉你 咱们再叫小群 再做一个标准的 但是挺举它分上挺 特别是上挺 它分两个动作 一般有一个分腿挺 一个下蹲挺 小群是下蹲挺 这个重量非常重了 已经到你的极限了 这个重量 210的重量 210的重量 体力 发力 自兴 然后再上动 你演技太好了 演出了210的感觉 演员 演员各种肌肉 世界冠军 对于你来说的话 可能是一个 家常变换吧 哎 今年我 这个世界界的 我是不是又得改写一下 他最好的身蹲 是310公斤 310公斤 有法想象 一会儿让你看看 那个剧好野顿的鞋 我要膜拜一下 你说是一双鞋 是一公斤是吧 一双 好 眼前各种肌肉 好 眼前各种肌肉 这是那双鞋吗 对啊 我来膜拜一下 真的蛮重要 有一斤的 这样一双鞋 可以陪你多久 我穿鞋还是比较省的 还能穿个七八年吗 能七八年的这双鞋 对啊 力敌千军 这前提 这是好多小细节都得做好的 呼吸 没有上面的包护 把它先保护好 放着上面 好多小细节 有 治疗的过程 慢慢就针灸啊 配合一些 签纳啊 这样就慢慢来 就恢复过来了 嗯 它做这个动作主要就是把这个关节啊 任带啊 什么都拉开 提前活动开了 嗯 不容易受伤 我能听到他关节的那个声音 皮筋 哦 皮筋 关节里面有声音 你刚才在活动的时候能听到吗 也有 嗯 胯给拉开 对 哎 立军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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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到大重量的时候 嗯 可能你活动不开了 等那个膝盖里面的那个骨头 嘎 那种啪啪的响声都有 哦 哎呦 出汗了 哦 我这个要不喝了 我去 你想 我们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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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铃杆这个 钢铃杆就是二十公斤 两十公斤 不 我 发授人 差点 o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10公斤 310公斤 有法想象 212公斤 312公斤 313公斤 420公斤 425公斤 370公斤 3122公斤 425公斤 又要加了 现在多少了 240 走 重点了 哎呦 我去啊 我去 再重哪去吧 哎呦 我以为你要下去了 半堆扭不住了 行了 行了 可以了 这个项目可以了 休息一会儿去做窗户 会容易训练 要一点一点吧 我们举重项目 歇一天会跟你一样看 歇一天自己知道 歇两天会不知道 歇一天什么什么 对 你歇一个星期 你可能要用两个星期来恢复 因为它是跟有些项目还是不同 怎么样 脂肪都非常大 马上这个肌肉就有反应了 我们这就是跟健美的不一样 健美就是它过来是轻的 要做做打过的主速 要做是次速和主速 我们的举动呢 就需要这种爆发力 需要强度 所以说 可能是一个极限强度 来刺激这个节目 没事了 皮肉反 关节还好 关节还好 关节 正 所以我现在练你了 好 一个项目练完 那个大部分都还没练完 所以我去 结束的比较早一点 好 好 好 你下次该练什么了 双杠 双杠 好 这边 好 好 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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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壯 还有 你被我看过 背着一个那个 钢铃片 然后做双高 特别残酷 天天都在练 得开心地把训练结束 不然把自己搞得太难受了 是 得可持续发展 三斗鸡这一块的训练 就是把手 这里有负重这么起 一般都做四组 每次都是十次 我举过矿泉水 也可以 也可以吗 也可以 你可以拿皮筋也可以 踩在下面这样 从后边这么拉也可以 小军的腹肌它是八块 腹肌一般都是躺在那个地方 仰卧起坐 或者是举腿这样 对你看 这也是 高抬腿也可以 对 又有咬训练了 又练了腹肌了 你也可以用一个皮筋踩了以后 这样 OK 对 骨铁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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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一次 两次 三次 一般都是四组 一组二十个 一个是像我们的举重训练的那个 后蹲 这种 深蹲 对 你做一个 对 驴小军是喜笑颜开的向上 现在场上的重量是174公斤 新的世界级的重量 好了 漂亮 非常漂亮 驴小军创造了新的抓紧时间记录 男子77公斤的时间记录被中国选手驴小军改写 凭借204公斤的停举成绩以及175公斤的抓举成绩 创造了379公斤的总成绩世界纪录 成功了 这样的欢呼我们看过太多次了 带着腰伤举起了207公斤的重量刷新停举世界纪录 如果让你跟你2009年那个时候自己说一点什么 你会讲什么 给自己点信心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吧 坚持 在困难的事情也要努力 去奋斗 所以你的人生观念词坚持一定是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词 可以这样说吧 那如果很多人他真的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前途 他怎么坚持 那得自己问一下自己 努力过没有 我该怎样去努力 做多冠来说这次东京你更激动 还是2012年那次你更激动 可能是2012吧 2012更激动啊 对 也是人生的一个梦想嘛 梦想的目标也达到了 嗯 复杀了很多很多 把自己练到一个巅峰了吧 那是 嗯 他们都说 那这样看 李小军一上台 就是穿了一身盔甲上去的 哈哈哈 嗯 那时候就是把自己身上的每一块肌肉 都要练得像盔甲一样 好 哪里 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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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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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说 我知道 你我理解你这个心情 我说 你上那个什么 隔壁黄家睡的时候嘛 你看到自己12年的样子 对 如果16年那次你赢了 还会有今年参赛东京奥运会呢 在全世界的那时 就是说 因为可能就是说 从09到12 13 可能到16年 这个过程中 反正就是说 不是说拿过多少世界冠军 所以每年都在拿世界冠军 就是在这种过程中 都是在破世界纪录 都是中国运动员在国内决练 但是 keywords是非常疯独的 在监有的表情 但是数字兰军 是不可能的 也不可能是流程 是不可能的 是绝对 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参赛中诺 这参赛中诺 大概是 进行什么 我看到 都可以 这一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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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